哈喽,大家好,我是Mama Cooker厨房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面食料理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附同主食 菜名叫做家常红烧肉炒米粉 无油,无炒,无火 蒜6片 切成蒜末,然后备用 豆芽50克 把它清洗一下备用 菜型150克 然后我们切一小段 把清水洗洗一下备用 红萝卜一条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把它切成丝 那我们准备一罐红烧扣肉 把盖打开起来倒入碗中 然后把它切成块备用 准备半包米粉 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 泡了半个小时 捞上来备用 起锅烧油 然后放入蒜末 炒到金黄色就摇起来备用 把盖打开起来 然后放入脱糖内胆 再准备700毫升水 米粉正泡好了 倒入锅里 下红萝卜 把盖关起来 我们轻轻触摸一下屏幕 我们会看到 low sugar rice 轻轻按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准备米粉的调味料 盐适量 蚝油两汤匙 那我们准备一罐红烧扣肉 把盖打开起来倒入碗中 然后把它切成块备用 准备半包米粉 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 泡了半个小时 捞上来备用 起锅烧油 然后放入蒜末 炒到金黄色就摇起来备用 把盖打开起来 然后放入脱糖内胆 再准备700毫升水 米粉正泡好了 倒入锅里 下红萝卜 把盖关起来 我们轻轻触摸一下屏幕 我们会看到 low sugar rice 轻轻按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准备 米粉的调味料 盐适量 蚝油两汤匙 麻油一汤匙 老抽适量 绍兴酒两汤匙 胡椒粉适量 搅拌均匀备用 屏幕上看到20分钟 把盖打开 下红烧扣肉 下蒜末 下调味料 下菜心 然后把盖关起来 你会看到 Mama Cooker锅显示12分钟 然后把盖打开 哇 哇 好香啊 那我们跟它搅拌均匀 再来放入豆芽 然后把盖关起来 闷一分钟就好了 闷了一分钟了 可以盖打开了 然后搅拌几下 红烧扣肉 炒米粉好了 不会浪到你厨房 又油烟上来 是不是很简单 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关注 炒米简单 儿和酱油 玻璃 鲁 鲁